法国老百姓都开什么车呀 我现在在法国尼斯这一超市门口的地方厂 带大家逛一逛 看他们都开什么车 宝马一系 这是一个雷诺的小车 FTA一车广告 这是大众的Candy 新款的Candy 中国没有这玩意儿 看这边 这是个Polo 这是个达西亚 雷萨斯RX 这是一个西亚特的小车 应该是跟Polo同平台的 这是一个高尔夫厂棚 TDI柴油版 mini countryman 标志308 这是我们开的 保尔街电动马卡 这是一个雪铁龙C4毕加索 这是短的小毕加索 总体来讲这二车都特小 因为街道太狭窄 你看这停车位也挺小的 是吧 这是一个大众的T-Cross 咱们那叫炭哥吧 雷诺的Clio 这是标志的208 咱都没见过这车了 欧洲这几年出的小车 中国都没引进 这是一206 费亚特500 这是个啥 福特 福特什么玩意儿 Huma 这中国也没有 这点比福克斯还小一级别的车 这是一个丰田的Ego 新款的 侧面长这样了 它之前的老款的比亚迪F0 仿了吗 比亚迪F0原型车 这是一个雷诺的拉古纳的旅行车 这是一个达西亚 这达西亚是一罗曼尼亚品牌 后来被雷诺给收购了 在欧洲作为低端车用 就欧洲最便宜的车 基本就这玩意儿 看看啊 这是一个奥迪A3吧 这是一个05 这车好像中国也引进过 是吧 不多 引进的 小车 然后菲亚特的熊猫 这车当年不让长城给仿造了吗 还打了一官司 这是个大众的ID4 GTX 电车在这还不是很多件 奔驰的CLA200 这是一个C3毕加索 大家看这没见过吧 咱们那只有C4毕加索 其实它还有C3毕加索 长得也挺怪怪的 这是一个雷诺 这卡宾 咱那是造过这车啊 这也是一个小雷诺 KLIO 法国雷诺的比例还挺大的 其实这回看 雪铁龙少见了 这是福特加年华 新款 咱这也没有了 这是一个尼桑的NV300 这玩意儿其实跟雷诺 你感觉也是一个东西 整体来讲 法国这边主要以小车为主 法国品牌为主 雷诺占比很大 雷诺和达西亚占比不小 这次看明显 雪铁龙的车少 可能是尼斯这个地方的原因 如果到巴黎那边去 可能雪铁龙车就多了 总体来讲 欧洲老百姓用车还是比较无实的 都是非常小的车 一方面是便宜整油 一方面它这的确狭窄 路边也好 家门口也好 停车场那个位置都特小 因为它建筑老嘛 这就是法国尼斯老百姓开什么车